逆向行駛的还有这部灵车 南投这辆灵车当时开在山路上 一路的逆向狂飙 甚至在忙完处大超车 下得前方的汽车看了纷纷闪避 而这段影片曝光之后 让网友看了惊呼 这样的飙车法 可能棺材盖都会飞起来吧 还说简直像是被殡葬业耽搁的车手 警方表示逆向违法超车 将会依法开罚 崎岖的山路上 突然出现一台灵车 不但逆向狂飙 甚至还在忙完处超车 下得前方汽车都减速 让出空间给灵车通过 不过灵车才刚切回车道 没多久又再度跨越双黄线 逆向飙车 急转的忙完也没停下来 这段影片被po上网后 迎来网友热烈回应说 这样飙车棺材盖会飞起来吧 如果是写大体接送车 大家都会让它 但有人替灵车驾驶讲话 认为没这样开抢时间的话 到火葬场要排队排很久 更直呼视 被冰葬业耽误的车手 事发地点就在南投水里 往雨池的方向 就了解灵车驾驶 是要开车赶去桑家 不是为了要到火葬场 但退估一次有两个以上的行程 加上又要配合桑家的出兵时程 才会开这么快 不过违规是事实 还是得开发 以违反大陆交通管理署罚条例 台币1200元至2400以下 只不过灵车一路违规 逆向飙车 危险行为也让人看了 捏一把冷汗 节省路程南投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